关心立法院的最新现场连线消息 现在到底谁要代表蓝营出马来搅逐大高雄呢 传出了邱毅这样的一个黑马的人选的声音 不过绿营的立委听到这样的说法就说 和陈菊来对战应该是精彩可奇 那么情况如何呢 我们要连线请林佳元来告诉我们了 佳元 好 但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大高雄这个人选呢 国民党有意思可能会请邱毅来 角逐这个地方 不过邱毅自己也讲说 他自己是一个坐教台教两相应的人 不过今天非常特别的是 民进党立委提到邱毅了 大力的圈赞他真的是一个战将 带您一起来听听看 邱毅是国民党的指标性立委 邱毅也是国民党的战将 邱毅当然是在地的高雄立委 所以由邱毅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大高雄市的话 其实对国民党在高雄也是一个检验 我相信如果邱毅愿意代表国民党 投入大高雄的选战的话 跟选举打一场军职之争 精彩可齐 我觉得邱毅委员的活力十足 作为从过去他的表现 跟他的这个记者会 其实都已经证明了说 他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能够代表南军意识形态的一个政治人物 的一个委员 我觉得他如果去参选高雄市 应该蛮适合的 现在他是单身 单身了邱毅 立拼单身了陈菊 或是这个南台湾小巨人杨秋新 我觉得其实都蛮适合的 真的非常难得 民主党立委第一次提到邱毅 不是像以前一样恨得牙痒痒的 反而都是大力的称赞他 因为传出来 他会不会有可能去角逐大高雄呢 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形成是立委立委立拱邱毅的状况 就像是立法院的最近状况 把镜头先交给彭磊主播